躲拉佩琪生存 玩家被限制在神城石的红色区域内 要想办法逃出去 用从雨蛇神手中解决出佩琪的猪妈妈和躲拉的小猴子 小白妹 你怎么变成猪了 因为我是佩琪一只躲拉啊 比起盲人躲拉 也是当小猪佩琪好一点吧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的猪妈妈和你的小猴子被雨蛇神抓走了 我们要赶快去解救他们 啊 难怪我没看到我的小猴子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 去找雨蛇神 那我们被困在红色区域里了 这里写着不能踩红色方块 猪子会狗带 机器现在怎么出去 不能踩红色方块 佩琪 你是猪吗 雨蛇神都说了 踩红色方块才会狗带 那我直接跳出去不就好了 呃 怎么还是狗带了 跳出去也会狗带 我想想 有了 虽然我们不能踩红块 但是没说生物也不能踩啊 我直接召唤坐骑出去 嗯 坐骑也不行 娜娜 娜娜你家干什么 我红色方块啊 既然不能踩 那我们就挖掉再出去 看 这不就行了 可是我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没想跟朵拉看个呆呆的 其实还是有点智商的嘛 朵拉很聪明的好不好 哪像你这只小笨猪 前面有一条裤袍 说不定猪妈妈和小猴子都在上面 那叫我们裤袍上去看看 我的小猴子也在上面 别担心 我马上就把你救出来 呃 表姐 你忘了不能踩红色方块了嘛 我们要避开红色方块 踩着黄色的方块跳上去 你看到黄色方块了吗 我们要踩着黄色方块才能跳上去 没错 这里也是一样 向左跳 向右跳 避开红色方块 向左跳 向右跳 避开红色方块 原来躲乱是分的清纤色的 那为什么你在哪人躲乱呢 我也不知道啊 有小伙伴知道吗 在我一高一低冰箱 你们成功到来了 前面有一栋房子 里面会是什么 我看到房子了 但是我没有钥匙啊 你们知道钥匙在哪吗 大姐 我好像知道你为什么叫毛人躲来了 钥匙就在门上啊 哦 原来在这里 我们要开门进去 这里面会是小猴子吗 我好像是喷火龙 喷火龙 到了 我们没有武器 别跑啊 不把我硬码了呀 来了来了 喷火龙都在揍你 正好我叔叔 呀呀呀 我们刚把喷火龙打败了 一般喷火龙掉落了一把烈枪 有武器正能对付雨神神啊 但是好像猴妈妈和小猴子都不在这 怎么办 糟糕 猴妈妈和小猴子不在这 那他们会在哪呢 不在这呢 肯定是在雨神神的老巢 雨林神庙呀 要请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出发吧 快看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雨神神家 你们看见雨神神了吗 他在哪里呀 雨神神就在前面 他看守着两个笼子 他想我们快下去打败雨神神 把猴妈和小猴子救出来 住手 他们是我的晚餐 我呸 臭雨神神 老后的蛇不吃虫子 他也想吃我的猪妈妈 那我不打死你 一只猪也想打败我雨神神 我看你说是搞笑 我不是猪 我是佩奇 臭雨神神 让你尝尝我的力气 你宿也留不住他 我说的 猪猪猪 哦耶 陈刚击败雨神神 我把猪妈妈救出来 跟妈妈安全了 还有还有 我的小猴子还在这边